英國南部的確有很多美麗的小鎮 路上還隨時遇到有鹿 這次和大家來這個叫Hartfield的地方 他們最有名的就是這個建於16世紀的聖 Mary's Church 教堂在19世紀初重建之後就維持這個樣子到現在 這個小鎮還有什麼好做呢? 不如跟大家去喝下午茶吧 如果你是搭巴士來的話 在市中心下車走大約3分鐘左右 就會到這個cafe 看啤酒鎮英國又怎可以沒有紅人 我們一起進去主席 不是,是Pool Corner Cafe 這個地方大約分為3個部分 就是商店、迷你博物館和cafe 商店部分不難找到一些香港人常見和熟悉的產品 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曾經拍過一套真人版的Vinny The Pool電影嗎? 好像很多貨 但店主跟我說因為Suppride Chain Issue 已經少了很多種類的東西賣 希望盡快補回不同種類的貨 在迷你博物館這裡 你會看到少量但多款 在世界各地不同地方搜羅回來的產品和原稿 可能你會問為什麼在森林裡的小鎮 會有一間Pool Corner Cafe 原因就是作者A.A.Mume 在二次大戰之後就定居在這個地方 講開二次大戰這裡也展出了少量和Hardville有關的物品 更加會見到原作者和著名作家H.G Wells交流的筆記 更不少的就是原作者的兒子Christopher為Cafe寫的親筆信 你更加會見到一些早期的原稿 這個櫃裡面的產品大家可能會覺得很熟面 因為全部都是日本搜羅回來 嘩 現在只知原來他出過這麼多遊戲 不過怕不太賣多了 這些是40年代尾的Vinny對Pool公仔 咦 這個地方放了很多不同時期的Vinny對Pool插畫 還有一些早期的漫畫 更加見到一些原稿 這是什麼地方呢 原來這個是廁所 讓你獨處一室都不會悶到 走到累 看到厭 不如我們去Cafe喝杯東西吧 Cafe裡面當然有不少Vinny對Pool的擺設 連餐櫃也有Vinny對Pool的元素 環顧四周繼續讓阿Bear的產品包圍著 室內大約有7張2-4人桌 不過今天天氣這麼好我就選擇坐外面 值得一提這個Cafe是Pet Friendly 因為我weekday來又沒什麼遊客 再加上天氣好 所以坐外面相當舒服 嘩 這麼快 叫的咖啡和蛋糕就到齊了 他們用的杯碟全部都是Vinny對Pool主題 在這裡喝下午茶 沒有限時交桌 絕對有忙女偷閒的感覺 不說你不知道 Pool Corner所在的這個建築物 是建於18世紀初 到了1970年代才開始買Vinny對Pool的產品 如果你在Crawley或East GreenStat搭巴士的話 可以搭291號 直接在Hardfield High Street下車 喂 慢著慢著 這一集未完的 餐廳南面大約2公里 有個叫做Pool Walk的遠足徑 走到累來到這裡 入口處有個流動咖啡座 遠足徑來回大約1小時就走光了 如果你開車的話 一般來說都有足夠的車位 過了停車場 跟著這個指示牌 再沿著這條很容易走的小徑 路上大家都會遇到幾個 利用嵌樹所做出來的備雨柱 走了大約20分鐘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指示牌 再走多不用100米 你就會看到故事裡面的這條木橋 很多人來到都像Vinny對Pool 看小溪看看水 不如我們更進一步 看看Pool屋會不會在這些青苔附近 不過馬路如虎口 你還是禮讓些讓它先走 如果你夠細心 你可以在這些草叢裡 就會找到 Vinny對Pool的家 原來它真的在家裡 不過蜜糖就好像被它吃到七七八八了 一場來到又怎會不探望其他朋友 這裡一共有4間小屋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阿豬那間 另外兩間就留你們自己慢慢找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